嗨,大家好,我是Brian,大家好,久不见 喜大不奔,KTNLive在前段时间又发布了一个新版本 然后增加了很多新功能 而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增加了一个语音识别的功能 好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来实际操作看一下吧 好的,现在来到我电脑桌面 首先我们打开KTNLive的官网 好的,它官网上显示最新的版本是21.04 是4月27号发布的 我们直接点击,下载 然后这边下载页面有各个版本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一个Ubuntu的插作系统 所以的话我这边选择这个PPA的模式 好的,如果你的电脑也是这个Ubuntu插作系统的话 它的安装方法就很简单 直接运行这两条命令,我们复制一下 输入,然后回车运行一下 好,然后这边的话直接选择Enter键,回车键 这个第一步的话是添加这个KTNLive最新的这个语言 同时可以下载到最新的版本 然后第二步的话是重新更新下我们的原列表 好的,然后就可以安装最新的KTNLive 直接输入这个安装命令,回车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前几天已经安装过了这个最新的版本 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是已经显示已经是最新版本 好的,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官网 我们来看一下KTNLive 21.04 它有什么新的特性 首先这个最明显的特点是这边多了一个功能 叫做Speech to Text 也就是说一个语音识别 自动把我们这个语音文件识别为一个文字 好,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些界面以及稳定性的优化 还有时间线的一些改进 一个新的媒体浏览器 关键帧面板的改进 以及添加了一个打字机字幕的效果 等等一些其他的功能 好的,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最重要的这个语音识别功能吧 好的,我们打开KTNLive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最新的版本是21.04 我们来到这个主菜单 工程、字幕 上一个视频我们讲到 这边新增加了一个字幕轨道 然后在最新的KTNLive里面 这里又添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这个语音识别 好的,我们点击一下 会跳出来一个对话框 然后这边是选择语言 因为我这边还没有安装 所以这边还没有显示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三个选项 好的,他这边会提示你需要安装这个语音识别的模块 我们选择配置 好的,然后又跳出一个配置窗口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边有个提示 他说我们需要安装一个python的模块 叫vosk 以及有个srt的一个python模块 好的,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安装依赖的话是没有反应的 首先我们还是先把这两个丢失的模块先给安装起来 好,我们重新回到官网 看一下这个帮助文档 好的,官网这边有一个手册 我们点击一下 他这边有告诉我们需要怎么安装这个丢失的模块 首先他需要安装一个python 好的,我打开一个命令窗口 我直接输入python3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边的话提示我这边python的版本是3.8.6 就说明我这个python的话是已经安装过的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运行的是Ubuntu或者类似于这种Ubuntu的这种Linux操作系统 它的python的话一般都是默认安装的 好的,安装了python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安装另外两个模块 好的,这边这个帮助文件上说的也比较清楚 如果你是Linux的话是要运行这个命令 然后如果你的电脑是Windows的话 只要手动下载这么一个脚本文件 然后双击这个脚本文件 它会自动开始安装 好的,我们来试一下 OK,他这边提示我这个python还没安装 我们先把它安装起来 他这边有提示他的安装命令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安装一下 选择Y,YES 好的,安装了这个PIP之后 来安装两个丢失的模块 运行这个命令,回车 好,他这边已经在下载 然后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的,我差不多等了快将近20来分钟 终于下载安装好了 这两个缺失的模块 好的,我们重新启动一下KDLive 然后再次选择工程字幕语音识别 选择配置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他现在的话没有提示那个缺失模块了 只是提示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语言的模块 然后我们选择上面这个链接地址 去下载一个语音识别模块 好的,他这边的话 英语这边模块有好几个 有最大的话是1.4G 小的话有40Mbps 因为我这边的话只是做测试 我这边的话直接先下载这个中文模块 看一下后面这个文字的描述 我这边的话直接选择第一个 然后它是195Mbps 好的,官方这边说明的话 是直接选择我们这个下载页面上 把这个链接地址直接拖到这个配置窗口里面 然后它会自动下载 然后自动解压 我们来试一下 好的,我把这个195Mbps的这个中文识别模块 直接拖到这个窗口里面去 好的,然后KD-Line会跳出来一个窗口 我们直接选择OK 好,我可以看到 他这边的话已经在下载了 好的,同时我把这边有一个小一点的 这个英语的识别模块 是40Mbps大小 我们也把它拖到里面去看一下 好,也会跳出一个窗口 我们直接选择OK 好的,这样的话这个英语模块也在下载了 我们就先等一下 等我们这两个语言识别模块下载完成 终于下载完毕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安装了两个 一个是中文识别 一个是英语识别的模块 好的,我们选择OK 这样的话我这个语音识别模块就安装完成了 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使用这个功能 然后官方这个说明文端上面也有说这个使用方法 我们直接来演示一下吧 好的,首先我们导入一个讲中文的视频 我把上一个视频的这个前面讲话的这一段给截取过来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自动语音识别功能效果怎么样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我们需要识别的片段 好的,我们通过调节这个时间线上面这边有个蓝色的一个范围 来包含一个我们需要识别的那个片段 然后点击这个字幕轨道上边 这边有个按钮 就这个类似于魔法棒一样的标志的一个按钮 它是一个语音识别按钮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是这个按钮 语音识别 我们来点击一下语音识别按钮 然后会跳出来一个语音识别的对话框 然后选择要识别的语言 我这边的话是讲的是中文 我们选择第一个 然后这边的话是选择三种方式 我这边的话就选择这个片段 好的,我们选择继续下一步 好,它这边已经开始识别了 OK,它这边已经识别完成 并且已经自动把那个识别出来的字幕 添加到了这个字幕轨道上边 好,我们把它关闭掉 好的,因为我这个原来这个识别上面 已经添加了字幕 为了防止混淆 我把在原来这个字幕这边 添加一个黑色的遮罩 把原来的文字给遮蔽起来 直接添加一个巨型光 然后填充为黑色 好的,我们看一下它识别的精确程度如何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应该说还是有蛮多错别字的 如果需要修改的话 直接可以选择双击在这边进行修改 或者单击一下 然后在这个字幕的修改窗口里面进行修改 然后我这边简单看了一下 它的文字识别的成功率 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 当然它也根据每个人讲话的方式 和它的发音准确程度也有关系 不过它这个时间点的话 对待都还是蛮准确的 好的,我又找了一个已经拍过的视频 来重新再识别看一下效果 我们直接选择上面这个进度条 有个蓝色的一条 范围选择,选择需要识别的区域 然后选择这个字幕轨道 这边有个语音识别的按钮 点击这个语音识别 然后选择要识别的语言 是英语还是中文 然后这边的话是三种模式 我刚才试过的话是选择这个识别 我需要这个片段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这个 所有的时间线上 所有的音轨 因为我这边的话只放了一条视频 所以的话应该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次我就选择这个第一个 然后选择下一步 它现在已经在自动识别了 我们稍微等一下 OK,它已经识别完成 我们把它关闭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识别程度 嗨,大家好,我是BRY,大家好 又见 今天是大年初二 然后是一个阳光 常常的好天气 大家看我这一周就知道 我今天要出去马上了 好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出发吧 好的,这个是第一个识别方法 刚才看了一下官方的文档 然后它这边还有个第二种语音识别的方法 假设我这边有个视频素材 我需要识别的区域的话 就是把设定一个 开始跟结束的时间点 通过RI跟O键 然后我们需要打开一个窗口 我们选择查看 这边有个窗口 叫做text edit 叫做文字编辑窗口 我们把它勾选起来 好的,这边会多出一个窗口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素材 这边有个按钮 如果这边勾选的话 它只会识别 我们选择的那个范围 如果不勾选的话 它会把整个素材全部识别出来 我这边把它勾选起来 然后左下角选择需要识别的语言 这边选择中文 然后选择后边有一个 开始识别 好,语言识别结束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那个 刚才的识别出来的字幕内容 虽然这边错别识还蛮多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刷机进行修改 现在不能修改 它这边识别出来的每一个字 识都是对应这个视频素材里面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直接选择这句话 然后选择第一个插入选择的快到时间线 它会自动把刚才我们选择那个时间点 插入到这个时间线上去 然后还没有字幕 然后字幕的话我们手动把后面这个文字给选中 右键 这边有个复制 然后我们这个字幕轨道上 我们双击一下 添加一个字幕 把这复制的内容给粘贴进去 好的 然后回车确认 这样的话就手动添加了一个字幕 好的 这个的话就是KDNLive语音识别的第二个方法 然后这个通过官方文章这个说明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第二种方法主要是用于这个采访 以及一些演讲这样的一些视频内容 好的 以上的话就这个KDNLive最新版本的一个语音识别功能的一个简单介绍 和它的一个简单使用方法 把大家学会没有呢 至于这个语音识别的准确度的话 可能跟每个人的说话方式 以及它的发音方式都不一样 反正我这边测试来看的话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 然后语音识别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手动再把字幕稍微 把错别字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投币留言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